真正的领导力就是不争而争 就是我们不要去争 争那个利益 在家庭里面有什么好争的 家里也不是一个讲道理的 也不要讲什么道理 讲故事 把我们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 收集在你脑袋里面 如果脑袋装不下了 没关系 做笔记 把这些故事放在你手机里面 把这些故事放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每天看一看 比如说 明天我准备给家庭讲一个什么故事 我就先看一看 看了之后我就讲这个故事 这些故事非常小 但是它最终会影响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不要生硬 要好像是无意中吃饭的时候 突然就说了一个故事 睡觉的时候 跟小孩子在一起 突然就说了一个故事 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故事 给大家讲一讲吧 几分钟讲完了 这些都是润物细无声 长期坚持 那么你就是家里面 最坚强的那个支撑 每个人遇到的任何困难 都会找你说一说的 最坚强的那些故事 是最坚强的那些故事 都会想到的那些故事 是最坚强的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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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知道